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1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滴滴公司正在帮助工人建立他们的第一个工会 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决定 中国的其他科技巨头可能很快就会仿效 消息人士称总部位于北京的滴滴 上周在一个内部论坛上宣布成立工会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 滴滴司机缺乏完整的员工福利 可能会被邀请加入工会 另一位消息人士说 包括外卖平台美团网在内的同行 也在研究内部劳工权力组织的可能性 同时阿里巴巴的员工也已经在自己的公司论坛上 呼吁成立工会 滴滴等科技巨头正在回应监管机构的要求 也就是共享经济巨头应该改善数百万低工资工人的福利 这是源于习近平发起的共同富裕的运动 要求私营企业共享在互联网繁荣时期累计的巨大财富 同时控制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就滴滴而言 此举可能会讨好中国政府 滴滴在不顾监管机构的反对之下 进行了44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之后 正在为确保其生存而努力 尽管还处于初级阶段 但是工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科技行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从阿里巴巴的马云 到滴滴的成为和美团的网新 移动互联网的繁荣造就了数量空前的科技亿万富翁 而他们中许多人现在正在积极展示他们对社会的回馈 近年来从硅谷到印度 零工经济的雇员在抗议他们的权力方面呼声越来越高 而在中国随着滴滴 美团阿里巴巴和拼多多等企业 多年来在打车社区商业餐饮和杂货配送等新兴领域快速扩张 这个问题最近才被关注 美团表示他们将倾听配送员的声音并且帮助他们 中国最高法院和劳动部最近发表了一篇长文 概述了10个侵犯劳工权利的案例 案例中的员工被迫加班或者被置于危险的境地 这篇文章被视为对科技界重量级人物的一个警告 许多知名的科技企业因为996的加班文化而闻名 中国的科技企业员工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他们往往需要长时间的工作来满足企业的快速发展 同时往往缺乏明确的福利保障 这与硅谷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美国硅谷包括苹果 谷歌和英特尔公司在内的知名企业 已经支付了数亿美元来解决工人提起的集体诉讼 中国工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1年 当时刚刚起步的共产党将工人转化为马克思主义信徒 而今天他们大多是政府支持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分支 而中华全国总工会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效力 强有力的工会在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中几乎不存在 部分原因是政府并不欢迎自我组织的公民团体 因为这可能破坏党的权利 由于缺乏集体谈判权 许多个人的意见很难得到采纳 此前阿里巴巴旗下的外卖平台 饿了吗的一名送货司机 不得不通过自焚的形式来抗议拖欠工资 习近平自2013年以来一直呼吁中华全国总工会进行改革 并且在实现他的中国梦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这是他共同赋予口号的前奏 最近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其他七个机构 联合发布的一份指导文件 暗示了即将发生的变化 他们说工会可以作为临时工和所谓的平台公司之间的桥梁 帮助促进关于福利的谈判 北京希望工会能够发挥关键作用 弥补整个蓬勃发展的共享经济 在劳动保护方面的政策漏洞 业内人士分析在主要的科技公司建立新的工会 可以看作是朝着这个方向的持续推动 但是从过去的经验来看 这些工会并不会把工人组织起来 形成一个战斗组织 另一条关于科技巨头的重磅消息 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 中国的国企将首次在蚂蚁金服的一项关键资产中 获得相当大的股份 此举将令蚂蚁失去对超过10亿用户的数据保库的完全控制 但是将有助于恢复其IPO 消息人士说 合伙人计划成立一家个人信用评分公司 这样的公司和所有权结构 是监管机构下令进行重组的一个要求 蚂蚁的上市被叫停 凸显了蚂蚁集团和阿里巴巴集团在中国的巨大作用 引发了监管部门对创始人马云的商业帝国的打击 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根据该计划 蚂蚁金服和浙江旅游投资集团将各拥有该企业35%的股份 而其他国家支持的合作伙伴 比如杭州金融投资集团和浙江电子口岸 将各自持有略高于5%的股份 唯一的非国有投资者将是传话集团 它是物流和金融服务公司传话智联的母公司 传话集团的股份将达到7% 中国人民银行正在监督蚂蚁金服的重组 该计划是蚂蚁金服业务改革的一部分 代表着政府推动国家支持的公司 对快速增长但以前监管较少的新经济企业 施加更多的控制和影响 此前中国人民银行于4月份命令蚂蚁金服成为一家 受到更加严格监控的金融控股公司 打破其对信息的垄断 6月份蚂蚁金服获得批准 成立了一家消费金融企业 其股东包括国企 该公司的成立将蚂蚁金服利润丰厚的小额贷款业务 置于更加严格的监管范围之内 消息人士说 此次拟议的合资企业将收集管理和分析消费者数据 对人们的信用进行评分 从而将蚂蚁金服的主要业务 数据业务整合起来使监管更加容易 根据正在讨论的新企业框架 股东将向该实体投资约7740万美元作为注册资本 他们的目标是尽快在10月份 建立中国第三家获得许可的个人信用评分公司 已经存在的两家是百行征信和普道征信 蚂蚁金服等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公司 拥有大量的消费者数据 这些数据是中国互联网的支柱 蚂蚁金服最初是阿里巴巴的支付部门 多年来一直不愿意与监管机构分享这些数据 由于担心金融科技公司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政府对在金融服务中收集和使用个人数据的金融科技公司 做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 蚂蚁金服通过支付宝收集了超过10亿用户的数据 其中许多是没有信用卡或者没有足够银行信用记录的年轻人 以及8000万的商户 这将弥补国家监管系统中的巨大漏洞 再来看看最近的热点话题 恒大许久未露面的恒大集团董事长徐家印 终于自7月份以来首次公开露面 出现在颇有戏剧性的场景中 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张照片 恒大今天召开了恒大集团保交楼军令状签署大会 向公众保证中国恒大集团有能力完成其房地产项目 根据恒大官方微信账号今天发布的消息 徐家印出现在与恒大高管合影的中央 8位副总裁在公布的照片中 签署了向客户交付公司项目的保证 恒大表示 以徐家印董事长为首的公司代表 每个人都做出了承诺 我们决心确保我们的施工质量 并且确保我们全力以赴交付出优质的项目 徐家印昨天书面警告说 恒大欠下创纪录的1.97万亿元的债务 贷款和对供应商的合同 面临违约和法律诉讼的风险 同时恒大表示 该公司的中期利润下降了29%至104.9亿元 同时 其电动车子公司在市值暴跌750亿美元的情况下 公布上半年亏损48亿元 这使得其生产首秀更加遥不可及 上海汇城资产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戴明说 中国政府非常关心 确保已售出的房屋真正能够交付给客户 不得引起公众的不满 影响社会稳定 恒大现在必须优先考虑其房屋的交付 在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尤为希望社会稳定之际 房地产行业现在受到了特别的关注 中国住房部昨天宣布了一项实无前例的举措 为城市的租金设置上限 要求一线至四线城市的房租 年涨不得超过5% 以控制住房成本 并且确保可负担性保持在可承受范围内 许家印下个月就满63岁 根据福布斯估计 他的个人财富为132亿美元 是中国第十大富豪 有消息指出 贵州省能源局局长党委书记丁雄军 将接棒高卫东担任茅台集团董事长一职 并且推荐他为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和董事长 同时他不再担任贵州省能源局局长的职务 而原来的贵州茅台的董事长高卫东 责任贵州省梅田地质局局长 公开数据显示 丁雄军为湖北重阳人 1947年8月出生 博士研究生学历 武汉大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毕业 在中国白酒行业以及整个贵州省 除了相关产业的人 知道丁雄军的人少之甚少 但是从他的履历来看 他有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 有行业专家认为 丁雄军不仅是一位知政务 懂经济 有眼界的学者型官员 对于大陆白酒产业也有一定的了解 由他担任茅台集团的新掌门人 将能够推动茅台的发展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